你好,欢迎收看2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迎接元宇宙的时代来临 花莲县府教育处智慧教育中心近年陆续建制 虚拟摄影棚以及5G示范教室概念基地 并日前完工正式启用 花莲县府教育处在25号下午举办5G示范教室 即虚拟摄影棚发表会 县长更是亲自到场为虚拟摄影棚发表揭开序幕 来自元宇宙的议题 由脸书创办人组刻薄宣布将此的概念为基础 为了全力打造一个虚拟经济之后 瞬间引爆全球互联网科技革新的热潮 为了迎接元宇宙的时代 花莲县府在教育处智慧教育中心 建制了虚拟摄影棚以及5G示范教室的概念基地 25号正式启用 现在许中卫表示 元宇宙教育概念以及知识建设的最佳后盾 并担任现况出探以及未来创歌的领头羊 虚拟生育棚以及5G的场域 作为线内相关教育政策以及总体计划的示范点 启用之后将持续教师专业成长 学生自主学习以及智慧环境优化了人主轴 这个摄影的部分我们无论是我们的5G模拟 或者是我们这个那个叫什么虚拟摄影视照 对摄影棚的部分其实在去年已经都建设完成 而真卫也透过虚拟摄影棚 我们对做这个跟国际的接轨 在那里我们做了这个iPhone Asia 还有Agoa的这个对谈 所以其实真卫是被实验者 也是真正的测试者 那也在那个虚拟摄影棚 也做了我们很多的智慧教育 或者是我们对于花林县政府智慧治理的一些采访 都在我们的虚拟摄影棚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共享分享的原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登记 来一起共同享用 因为希望公墓能的资源 能够把他的效益放到最大 所以我们希望先成立一个地点 然后让大家熟悉如何应用 让他能够运用到一个阶段 我们或许可以来成立第二个虚拟摄影棚 我想现在在元宇宙或NFT 上一次上个会期 议员有非常非常多的关心 而现在阴影的世界的潮流 AR VR已经不是什么了 MR XR 这是现在 以及未来元宇宙在推进整个无论虚拟实境 扩充实境 复合实境再到真的我们的元宇宙 我想这是一个历程 也是一个为了要走的路 现在学生表示面对5G AIOT时代来临 欢迎政府对智慧城市的愿景一直走在最前端 整合交通、教育、农业以及观光的层面 建构出科技友善、民众有感的国际智慧城市 并且打造5G概念圈的生活场域 他表示元宇宙结合教学的发想、从事、听、触摸的角度 颠覆传统教学思维和认知 为了教师将不再局限于传统教师中受课解惑 而是可以根据课程持续在元宇宙中 定域专属的教室 共享丰富的教学资源 学生可以根据自学的学习能力以及兴趣 自主调配学习的进度 实现个人化的教学 记得请忘记黄首位了